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日久生情 因为常年的相处 累积的回忆会让彼此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 但是 对我而言 这一切大概是相反的 当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和他共同的未来 他将会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所知道关于他的事情 会越来越少 直到 分离的那天 我很难想象一般人在朝夕相处后 拥有多年回忆 却必须面对分离时的悲伤 因为在那一刻 他们对我来说 都是当天早上才认识的人而已 我们之间既没有过去 也不再有 未来 说到未来 或许我倒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未来是无法改变的 不管那是我多么不想要的未来 即使再怎样努力 我知道 没有人能真的理解我的感受 不许我 不许我 反正我也理解不了你们 大家 三十成赢了吧 对不起 小吕 我实在没办法高兴起来 到底 怎么了 以前你问过我一个问题 你问我 我能预知到的 你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 我现在回答你 一个月后 也就是你假期的最后一天 将是我们 我们 最后一次见面 是吗 一个月以后 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我不想说 别问了 时间不早了 今天我该回去了 明天我再来找你 明天我再来找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小岚 谢谢你告诉我 这种事 我也希望有心理准备 人嘛 都会一起走一段路 然后又分开 希望到时候 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明天见 明天见 不是的 小绿 会发生的事 你现在根本就没猜到 当你意识到会发生什么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 台湾了 你我们的选择 让人生来确认 像熙悉的灵魂 扒拨孤鼻的天分 不愿在原地乖乖做的 你的天真 你的温润 所有的回忆 躲在生活的西风 像其实像微型的美梦 发现我的世界中 月下最后快平凡 心得还不够完满 你把双臂张开 说要弥补缺痕 连空气都变柔软 时间奔出点燃火花闪烁 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 无论是冷血还是幽默 请安心交付与我 再次回到梦境 阳光透过羞影 会发生却已经熟悉的剧情 是相遇的声音 不显得可能是 请让我朝着你所在之地 光速飞行 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月 就这么过去了 然后 今天 是最后一天 你来了 我们在公园里 随意聊着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一切仍然那么轻松 很快 到了夕阳夕下的时间 一会儿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真是难以想象 该不会是地球毁灭了吧 眼睛不戴了吗 因为我实在是不想记住 马上要发生的事情 到底会发生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也许我们静下心来谈谈 就没事了呢 也许 没用的 可是 再怎么说 我还是不明白 我没有和你闹翻的理由啊 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 我看你能怎么 难道 难道你 这不公平啊 我下了很久的决心 就在刚才我还在忐忑 我想趁着今天 在什么大事都没发生之前告诉你 但 但在你眼里 一切 都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吗 就算是这样 但我还是要试试 不然我不会死心的 我 我喜欢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 然后呢 很抱歉 虽然你是个很好的朋友 也帮了我很多 但我没法和你成为那种关系 真的 很抱歉 这样啊 有我的作风 我的确不会再和你来往了 我的确不会再和你来往了 对不起 如果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能看到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 你当初要来主动认识我呢 十二 为什么呢 当初一定有什么事 什么心情 让我无法对你十二不见 但是 无论我怎么努力想 怎么努力怀疑 我 我 我不记得了 对不起 是我公平 不愉快的事 你可以说忘就忘 别人的付出 你都可以不记得 那明天 你是不是连我都想不起来了 第一次 真是小绿第一次指责我 那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么多年 又算什么呢 我都那么努力了 为什么在你心里 还是什么都留不下呢 你说话啊 我在你心里 到底算什么 对不起 你这种沉默算什么 你 小绿 快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对不起 该当前的是我 小岚 如果我不说 我们是不是本来还能继续做朋友呢 我 我不知道 我能看见的未来 始终只有这么一个 再见 醒了 可恶 好难过 不要想了 我不想 我不想再想了 想要忘记却又无法忘记 你 拥有回忆的大部分人 一直过着这么痛苦的生活吗 快睡觉 我要睡觉啊 到了明天 我就不会记得了 就不会 这么痛苦了 就把小绿 被放定的选择 在我忘记它之前 至少 这样 日期 就到终点了 去吧 已经早上了 奇怪 我这是 眼泪 为什么 会哭呢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戴上试试 我戴上眼镜 开始读取过去的记忆 然后 我注意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我一直跟他在一起 一起过了那么多年 但我却不会跟他在未来有任何交集 一直到前天 我们都还好好的 可是眼睛没有昨天的记录 昨天发生了什么 你 心里好难受 这是 这是为什么 想要记起来 但就是记不起来 别人 也会有这种心情吗 我请了一天假 你整天都在看这个叫小绿的人 在过去发生的事 真是愉快的日子 经历过这些日子的人 真的是我吗 而且为什么 看到他的时候 心脏 就像要停止似的 我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删除了眼镜里所有关于小绿的资料 然后对眼镜的系统设置做了一些修改 我不再让眼镜记录下我的心情了 这样 我以后每一天再见到每个人 都会像第一天认识他们一样 明天之后 再和任何人分别 我也不会再留恋了 这样很好 这样 才适合我 好 您好 您的快递 谢谢 再见 再见 没有记件人 奇怪 眼镜 为什么会有人给我记眼镜 戴上试试吧 比起第一代第二代 这副眼镜的外表 已经和一般眼镜不一了 功能也是相当强大 他除了能记录我的所见所闻 还能扫描和我谈话的对象 并自动搜索对方在公共网页上留下的信息 这个人去过哪里 拍过什么照片 看过什么书或电影 和谁是朋友 眼镜会搜索和整理这个人的资料 和我自己录下的数据相结合 自动判断出一件事我是否应该知情 然后时时反馈给我的大脑 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东西啊 是什么人哪 到底是什么人为我做了这些 他一定很重视我 他 他 是谁呢 有些东西 好像就在意识边缘徘徊 但却 从也抓不住 时间 又再次向未来流逝 然后我遇见了 小亚玛 两位清碧早 你好 这是新来的同事 亚玛 他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今天会遇见他 也知道 他将是陪伴我 到生命最后的人 也许 来 疼死我了 来 没事吧 我带你去医务室 好帅啊 也许吧 好帅 好帅哦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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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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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亚麻在一起很快乐 她做事虽然很混乱 但很用心 我想大概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和她在一起 我很有归属感 她不知道我没有记忆 也不知道我能遇见未来 更不知道 对我来说 每天早上 都是我第一次认识她 时间快到了 我也该走向 生命的最后那一刻 三十五岁那一年 我躺在病床上 迎接我的死期 我看到小鸭麻在哭 但我不理解她的伤心 因为 她只是跟我认识了一天 不能认识你 虽然身体很痛苦 不能 但我的心里却很平静 为什么 我早就知道 为什么你入院之前 就打电好了所有的东西 把我和家里的师徒安排妥当 就像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样 我很感激你 还是无法感受这种心情 看来直到最后 我也不会有任何留恋的东西吧 可是没有你 我 大家好 病房的电视 好像在放上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现在主持人正在致辞 气氛很热热的样子 这家公司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我的眼镜 搞不好是他们研制的呢 随便吧 兰正 一切也与我无关 明天如果我能在另一个世界醒来 我也同样 会把这边这个世界 整个都忘了呢 好了 大家 喂 喂 邮件 小绿 你好 今天是二零三八年三月八日 你刚刚跟我见过最后一次面 趁我还没忘掉你 我想再次谢谢 你为我做的一切 到了明天 我就不会记得你这个人了 而后天 我会把你的全部记录都删掉 对不起 我没法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但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过去是 将来也是 当你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了 如果有来世 我希望能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一个可以和你在一起的人 虽然我没有这种感受 不过 我希望能一直活在 你的回忆里 你 小绿 白痴 小绿先生 马上就到您的演讲环节了 请到后台来准备 好 好 那么下面就有请研发部的小绿先生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下 当初的创作契机 欢迎小绿先生 大家好 我是小绿 感谢大家今天能前来参加我们的发布会 这款眼镜的特点 刚才各位都已经听到过了 我就不重复了 我今天是作为主要开发者之一 想对大家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如果神明让我做一个选择 能与之未来 还是记住过去 我会选在后面 人类因为看不到未来 所以认为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 因为能记住过去 所以会以回忆为时了 让自己不断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想大家都清楚 世界是不缺你一个人的 但对你而言 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剑文 组成了你的全部 因此 我希望这款眼镜 能帮助各位更好的记忆 哪怕在你忘记的时候 他也能告诉我 你曾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你曾经有宇宙不同的经历 我们都是会生 会死亡的凡人 我们用尽全力 也留不下那些注定要消失的东西 我希望你所珍视过的东西 能以它最美好 最光彩夺目的姿态 存在于你的记忆 同样我也是 是我过去遇到的人 造就了今天的梦 也许多了 谢谢你 也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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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焦点闪烁的世界 小心藏好心情 在每个有你出现的画面 彩色胶片 成为漫长记忆中的光点 铭言了我的余生 这个世界 人生是不会偷延长些 曾经一起唱过的歌 只剩一人哼着 而那些微数不妥喜好 只剩我一个 被恨定的选择 不会偷使 苦口的良药 或许平行时间先会解脱 可以看得到 不记忆每个月 有些人要打赏 恨定的他 还会被要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